看到同样是联合报的头版焦点 台北101大楼 今天就要召开董事会议了 而目前担任101副董事长 同时也兼总经理的就是魏映焦 也就是因为黑信用案缠身 而几乎受到全台湾踏罚的魏映冲 他的兄弟 台湾部长张舍和他昨天表示 毕竟这个101是台湾的地标 如果魏扎可以自动退出经营的话 是两全其美 对大家都好 而且财政部也计划要拿下101的经营权 魏映焦昨天就透过幕僚表示 台北101是一家民营企业 虽然魏映焦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 他的业绩跟各项的经营绩效是有目共睹 不过他还是会尊重101董事会的决定 对于要不要撤离经营权 他并没有预设立场